11月27日,某保险公司将禁止河南人投保 个人意外险的消息在网上流传 网上流传的聊天截图显示 接安盛天平通知 保险公司将于2023年12月1日零时起 禁止身份证号码以4E开头的 被保险人投保个人意外险 此为安盛全局道整体调整,请大家知晓 据查询发现,河南省的身份证号码前两位为4E 公开资料显示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为法国安盛集团在华权资子公司 安盛集团EXA成立于1817年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 是当今世界领先的保险及资产管理集团之一 安盛天平河南省某支公司工作人员称 已注意到网上流传的信息 是不实信息公司已经在群里发文说明了 公司有个人意外险 但并没有网上所流传的禁止河南人投保的规定 安盛天平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工作人员也表示 网上所传的禁止河南客户 投保个人意外显得消息不实 目前已通过公司官方渠道披露相关情况说明 11月27日晚 安盛天平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 发布了关于安盛天平某款产品销售政策调整的说明 文中指出 近日 网络流传一张公司某款产品调整销售政策的截图 给各方伙伴造成了困扰 在此 安盛天平郑重声明 该截图信息不实 公司严格遵守本地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序良俗 以合规稳健为经营之本 以妥善保护消费者权益为己任